你先看 这个你看一下 这什么呀 你看啊 我们父母也见了 婚也定了 是时候该立一个婚前公约了 婚前公约 这不是应该婚后立吗 婚后都一家人了 提这些干嘛呀 那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还把我当外人是吗 我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啊 你先看看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相处氛围 以共同进步 互相帮助为前提 现出具以下婚前公约条例 一 不能在公司有乐举行为 嬉戏打闹 眉目传情 禁止行为包括亲吻 拥抱 肢体接触 那是我在平时工作当中 这么碰你一下 是不是也算是肢体接触啊 我的这个肢体接触 它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主动意识 一种是被动意识 我这里面只针对主动意识 二 在家同上 喂 你到底防我还是防狼啊 我不同意 那 家里面可以放松一点点 那就把它改成 在家里 等一下 你 Ap 我怎么会把这二公团的 我最为老公的 胡椒 再做一对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袁小姐的 后面借一下吗 不方便 您好 请问两位喝点什么 美式 冷脆 不加糖 加满糖 好的 你怎么想要 敬程的品位真是越来越差了 你不会又想来威胁我吧 我这个人向来都好话好说的 你看看我们俩 衣品不一样 口味不一样 连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 可是看男人的眼光 却是一模一样 我知道你是他的初恋 可我相信 你应该也很明白一点 他 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真的是你的吗 人呢 要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 再看看脚下 到底是平原还是万丈深渊 不要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强行占为己有 到头来 不会有好骨子吃的 你说话能不这么让吗 你这么说 我也听不懂啊 还跟我说 听不明白没关系 我也只是告诉你一些 我的人生经验 这次来 我也没想让你离开公司 当然我也没那本事 那你说那么多干吗呢 我们公平紧张 公平紧张 我们一起辅助进程完成 这段时间内 谁也别打扰谁 一系等结果出来之后见分小 飛银 你好 这是您的美式咖啡 布家堂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 你会答应的 因为你知道 这次对近程蓝小意味着什么 六六六六 你这还不是威胁 既然他是为了我 那我就更得陪在他的身边 并且寸步步离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啊 你的咖啡 那你们先聊 他都没你紧着 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现在应该知道 他对我有多重要了吧 那你也应该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我会帮你的 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了 放下过去 那我们都忘掉好了 一切归零 重新开始 怎么 你这表情不相信我 我觉得你变了 我就不明白 他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因为他有天才少女的名号 还是因为他是原氏的大小姐 都不是 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 好 我懂了 不过人是会变的 感情也是 是 从前你爱我 现在你爱他 将来有一天 你可能会再次地爱上我 这谁说不准 你能不能不要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那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又不能不便宜 我还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他也会有没有 他人在救了 要行吗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自己来 小云 这次我支持你 不管你是打破规矩 揉碎规矩 一定要把这个阵地给我守住了 让我立规矩的人是你 让我打破规矩的人也是你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敌人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基于我们的友情 我决定在我的职业道德上 做出最大的让步 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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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是为了我 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哦 良心诚可贵 友情价更高 若为姐妹好 傻傻都可抛 这一页都立了 我这要是违背了 岂不是打破了 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了 你看 这第二条写着 在家可以亲吻拥抱肢体接触 这就说明了 公司是她的地盘 那在家里就是你的主场啊 搞这些虚的干嘛呀 我相信我和师傅的感情 现在是坚弱 磐石 固弱 堡垒 没人可以拆散了 姐妹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那你赶紧去找你的鬼吧 我哪儿来的什么 鬼啊 嘘 你看 你怎么 你生气了 没有啊 我跟她在公司聊了一下午工作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 你都说是工作了 那我支持你的工作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是未来在公司 还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你还会支持我吗 支持 你不吃醋 我反而有些失落 你真希望我吃醋啊 当然了 其实也不是不吃醋吧 那你可以改公约啊 作为我的特助 我不介意跟你细细打闹 肢体接触 还有拥抱和亲吻 又想套路啊 好好开车 注意安全 遵守交通法则啊 学聪明了你 是你呀 为其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说我不爱你